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赢不了国民党还让柯文哲当赢家 这反而让他变成台湾最大伟 民进党则变成最小伟这是最差状态 民进党议员更加码爆料这一步棋柯文哲早就算到了 执疑柯文哲想用这招让柯家军做大当台湾最大伟进逼蔡总统 但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忘了还有他吗 不管怎样还是冲到底毕竟牛棚都蹲这么久了 不管最后绿营要不要推人选 但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在柯文哲的如意算盘中 三十几位组合报道